金融股居然已經變成標股了 那如果大家手上有金融股的話 現階段是不是可以考慮要來挺立呢 大家好 我是顏利 歡迎收看超前部署 我們今天很特別有送書的活動 但是拜託大家務必看到最後 因為送書的活動是在最後 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主題有兩個 第一個金融股居然已經變成標股了 那如果大家手上有金融股的話 現階段是不是可以考慮要來挺立呢 好 第二個議題就是台積電的ETF 最純的ETF配息是8.5% 大家可以搶買嗎 今天節目裡頭都會幫大家做完整的分享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的大來賓是 古怪教授謝陳彥 陳彥你好 彥你好 各位粉絲們大家好 好 今天是突然加這一題的 就是有關金融股的部分 因為好多粉絲紛紛私訊我就問我說 姐那個金融股從去年 你在節目裡頭跟大家分享到現在真的長好多 很多人就很掙扎說 那趙鳳京是不是應該要先賣一趟 然後包括鄭廷穎老師跟大家分享的台積 是不是也可以先減碼一趟 因為事實上他這個算離鄭老師喊的目標價 還有一小段的小小的距離 可是因為真的長很多了 所以大家就在問說 那我到底是要繼續留 留到除全息 還是可以分批做一些停地的動作 請陳彥回答這個問題之間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其實包括像是趙鳳金已經來到44 那高點是45塊錢左右了 那玉山金也很強啊 34 35塊 然後包括台契銀等等 其實都是創了這個相對的一個高點 那配置的部分就不用想了 為什麼 因為過去大家都會說金融股 隨隨便便就是4%5%甚至6%的殖利率 可是因為股價真的漲高了 那我仔細幫大家算了一下 所有的大部分的金融股的現金殖利率 都在4%以下了 所以陳彥怎麼看 其實去年基本上我們在媒體 我就開始跟大家分享其實投資金融股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會覺得說 買金融股是一件最困難的 就是說你到底要選哪一支 這很像這個男生到了酒店 啊不是這例子不好 這不能講好不好 跳過去 好就是說我們看這個金融股 然後你會發現每一檔好像都很好 那所以當時我的想法就是 那你就去買ETF 其實有很多金融的ETF 那當時其實大部分的投資人 對金融股是沒有興趣的 因為你隨便買航運啊 買電子啊 隨便賺都那麼多 即便金融股你說他去年賺多少 今年可以配多少 殖利率8% 10% 這個其實對持有電子股的人來講 這根本不是個事嘛對不對 可是呢沒想到今年整個電子股的表現大反轉 然後航運股也完全動不了 這個時候大家才發現說 哇在升息議題之下 然後加上獲利真的很好 即便這個俄羅斯債券的問題 也沒有真的衝擊到我們金融股的體質 對就是些微的影響影響不大 沒錯 然後外資大賣超台股的同時 因為其實今年到4月初 第一個禮拜外資賣超超過5400億 比去年4800億還多 然後我還講一個小秘密喔 投信是連續買超台股對不對 當然中間有斷幾天啦 對 但嚴格講起來還是連續買超 可是實際上它電子股是一直賣超 沒錯他們一直買的其實就是金融股 對沒錯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其實金融指數已經一直創新高 那在這個時間點我相信去年就買的人 他現在也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獲利了結 好那我們就要來講說我們大部分買金融股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第一個 有些是為了領息啦 領息 那假設我們當時設定的一年的殖利率是5% OK 那其實這一波到現在我估算有的20%有的30% 沒錯 甚至有的更強 那如果以30%來講30除以5 6年的配息 我拿了6年的配息 那我就問你 你不到 如果是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 好啦也差不多快一年了嘛 還沒出全息之前 你已經先拿到6年的配息 你也不用去煩惱會不會填全息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走一趟沒有什麼 我覺得沒有什麼啊 合理很好啊 但是我要先講你們大大不會賣的 為什麼 他說喔好 然後過了一個月 好 再過一個月 喔 燕麗姐 你們上次說要賣金融股 現在賣還來得及嗎 然後你就跟他講 喔好 然後再各兩個月 燕麗姐還在演場會場遇到 燕麗姐我可以跟你拍個照嗎 拍完照 上次你說那個金融股啊 你什麼時候的事情 半年前 你還沒賣 這樣 我覺得會有這種 食物上面的比較困擾 但是我們還是 我還是把立場跟大家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可以先分批停利 但是買一張的人怎麼辦 對對對 意思是說也許如果手上有十張的人 也許可以先停利個兩張 或者是三張之類的 甚至你 譬如說你每漲 一年的殖利率 這個方法不錯喔 就是每漲個6% 我每賺一年的殖利率 我就少了 我賺到一年的時間成本 那我就出三分之一 其實你如果 三次都給你出掉 你從現在開始起賺 我剛才前面講的這都不算 對不對 你是不是又賺了15% 那如果一個金融股 讓你賺3 40% 我坦白講 有沒有可能金融股 來一個過去 國壽的大行情 可能 我本來還想賣 前面聽完想賣 突然說國壽大行情 1900多塊 如果你這樣問我的話 我的答案是 可能性比較沒有那麼高 對 就是 睡不睡 不要勉募 這句話送給大家 但是我當然我覺得 每次都是你害我失態的 千萬不要這樣子 那當然我的想法是說 留一小部分在手上可以 因為有時候投資人是這樣 他就好像排隊理論嘛 為什麼隔壁排隊 永遠比我們快 我們換過去 又換原來的地方 比我們快 那有可能 他決定賣了繼續漲 那他又會怪我們 所以我覺得 分批調節是一個好的策略 但假設我們的粉絲 看到這裡他會想說 你昨天現在買一張而已 你現在叫我分批調節 我要怎麼調 我們現在有零股啊 盤中啊 而且那個交易量 其實是很穩定 很穩定 你還是可以當大戶 而且你可以分一千次啊 這個手續費 有一點不划算 如果分一千次的話 重點是分一千次出貨 這種感覺是很high 對不對 而且每次出貨打電話 我那個分批 我已經賣了一百次了 對不對 我後面還有九百多次 你好好不夠處理喔 朋友會覺得 這個不一樣 也是可以 一個方法啦 我的意思是說 分批或許是現階段 金融股持續高漲下 一個策略 好其實我覺得 這段蠻精彩的 就是給大家一些建議 那大家每個人 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跟你的資金狀況 不停利的話 那如果說股價有一些拉回 或者是少賺 其實也不要埋怨啦 我舉一個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好很正經的講 就是說假設他今天漲了五趴 那你一直捨不得停利 對不對 好他回檔個3% 因為我覺得金融股 回3%算是蠻多 蠻多囉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他漲上去回檔3% 你就設定好出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 這也是一種很好 因為至少再漲 你叫你賣 我覺得也蠻怪的啦 但是譬如說 他漲上去以後 回3% 你就出 再回3% 你再出 但是如果他又漲上去了 你Hold著 再回3% 這我不知道大家 理不理解我的意思 大致理解 但是就是要蠻認真看盤的 可是其實我們 其實也還好啦 就設定一下價格嘛 收盤錢看一下就好了 這也是一個方法 好我們趕快進入到今天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 因為呢 我們看到禮拜一錄影的當下 其實呢 台積電持續疲落 然後錄影之前 我還特別跟我們的工作同仁 滴滴妹妹聊聊天喔 大家都說這個台積電 好像又到了入手的甜美的價格 可是呢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台積電長期的競爭力 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可是呢最近真的是 有一些其他的雜音出來 包括呢 第一個我們看到 他的3月份營收很不錯 第一季的營收也很不錯 但是利多不漲 那第二個雜音當然 跟台積電比較沒有太大的關係 可是呢跟整個半導體 有比較大的聯動性就是 陳彥一定知道就是呢 成熟製程的部分 沒有繼續再漲價了 那對法人來說呢 當然就會多多少少 會覺得這個階段呢 其實股價已經在相對的一個位置 所以呢先跑一趟再說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請陳彥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因為呢最近有幾檔的ETF要除息 最價格的台積電的ETF 0052 4月20號要除息 那這一次呢 配息的金額是10.19元 換算下來 殖利率高達8.5% 其實真的很好 那其他也有其他的ETF 這個配息的狀況 我想先請教陳彥的是 因為0052呢 台積電就佔了6成 聯發科5% 所以如果現階段看好 台積電長期的競爭優勢的話 你覺得這檔可以搶嗎 可以佈局嗎 不知道是不是台積電一直跌 我們今天有工作人員就沒有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對 那這裡面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產業的思維 我先把產業的想法講在前面 我再來講答案就很快了 第一個其實現在真正的關鍵 不是在半導體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問題 現在真正的問題是落在下半年到明年 因為現在就整個產業趨勢來看 下半年到明年的成長率 其實是大幅度被調降的 因為第一個他沒有辦法漲價 就我理解像聯發科目前的客戶 很多他的大客戶 手上還有6到9個月的庫存 那現在蘋果砍單 飛瓶陣營砍單至少都20% 而且是現在砍而已 預計第二季還會再砍 所以未來不是補庫存 未來是打消庫存 因為庫存太多了 對那也許相對來說 台積電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他就沒有再有那種優勢可以漲價了 那這個部分當然 這營收一定就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再來就是說 折舊的部分 也可能會影響到他一些毛利率 這個是法人的思維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目前 全世界的這個投資在縮水 因為全世界的投資人 他開始贖回 然後開始在縮水 所以所有的被動的投資 他都開始在減 那自然而然 台積電佔 所有的投資的比重一定比較高 對 那他被減的金額感覺比較大 因為他又是重要的全資股 沒錯沒錯 但就比例上來講 大家是一致性的 那個比例其實是合理的 那所以 現階段當然會有比較高的 像我前面講完這個以後 我要講的是說 他會有這麼高的殖利率 當然因為去年的獲利很好 所以今年可以配出很好的席 那也因為這一波的修正 所以讓他有一個很好的殖利率 但現在的問題來了就是說 多久會填權席 我認為沒有那麼快 因為畢竟你假設是台積電 也許還稍微好一點 但是ETF裡面 他本身包含的 他還有其他的電子股比較多 其他我認為填權席的速度 沒有那麼快 因為今年坦白講 已經進入 現在已經進入第二季了 那第三季整體的業績的看法 都是相對比較疲弱 因為畢竟今年不太一樣 有俄烏戰爭的問題 有聯準會升席的議題 還有說表 還有上海昆山封城 這諸多因素的干擾 投資人一定是保守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認為啊 假設我今天是看好 未來中長期的一個表現的話 我認為不用急著在儲權席之前 去買進參與他的儲權席 因為如果他真的填權席了 我儲完全買其實是一樣的啊 我認為因為除非只有這種情況啊 我們儲完全席買是划不來的 就是他儲權席當天就開高 就是一儲權席當天就開高 然後當然然後馬上停權席 所以你連進場都來不及 但我覺得今年這樣的可能性並不高 所以我認為出完全席 再來分批布局應該還OK啦 好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一檔ETF 因為事實上呢 雖然大家對0050 不是那麼的熟悉 但因為我個人對ETF還蠻偏好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檔 因為就過去這十年的台股ETF裡頭 績效第一名並不是0050 當然也不可能是0056啦 因為0056就是高配息 它其實長期累積 財富的效果沒有0050好 就十年績效來說的話 其實是0052 十年的績效0052是360% 0050十年的績效只有250% 換句話說十年的績效差一倍 所以為什麼我要特別幫粉絲請教 我要誠言這個問題就是因為 因為0052台積電加聯發科 在它的比重是65%的情況之下 短線並沒有那麼看好 剛剛你的意思是這樣對不對 沒錯 可是如果中長線或者是定期定額 因為事實上現在很多的ETF也可以定期定額 如果是定期定額的話 你會建議嗎 我從兩個角度看 第一個0050會輸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它裡面有中華電信 它有金融 所以它自然它的爆發力可能沒有 52好 沒有52這麼好 然後再來就是 在這個修正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要走一個 分批佈局 我覺得今年第二季第三季 會是一個蠻好的時間點 因為畢竟它修正的夠多 那企業的本質沒有改變嘛 所以我 當然我可能不是那麼認同說 你除完全息就一比單比 但是我覺得這一波 我講一個微笑曲線的概念 我每次都講這種概念 我們講過蠻多次的節目裡頭 而且其實定期定額 你用微笑曲線的概念 第一個你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第二個 你看到越便宜 其實你會笑 為什麼 我越買越便宜 你忘了你其實是賠錢的 那這樣好像也不太對 沒有是對的 因為我是要長期持有 所以我的成本當然要怎麼樣 要相對低會比較好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概念的話 長期來看它能夠 不只打敗大盤 它是領先0050的話 我認為第二季第三季 是一個好機會 因為其實聯發科 也不是傻傻的在那邊 讓人家調降平等 對也不是傻傻的被高通打在地上 沒有打到地上 對啊 它是趴在桌上而已 對沒有那麼嚴重 好 那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等一下我一定要插個嘴 聯發科目前的競爭力 還是優於高通 對啊 所以我說只有在桌上 沒有到地上 那我的重點是 其實它已經在做轉變了 包括它開始擴展美國 還有韓國 還有歐洲 所以這個部分的轉變 我相信以他們過去 一代權王這一路以來 我們所看到它的成長 我認為是有機會 所以現階段看起來是弱 但是第二季第三季 也許大家可以找到一個好的買點 也就是其實好股票越跌越美麗 就是好股票這個 當它的價格往下掉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單筆進場的時間點 但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拿捏的話 就像陳妍剛剛建議大家的 可以定期令 這是一個好方式 00733 這個是富邦台灣中小ETF 它其實成分股就是中小型的股票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之前 也跟大家分享過的 因為是季配息 每季會配息一次是 群益到求美國地產的ETF 這次它預估的 因為是每季配息一次 所以這次是配1.5% 但是換算成年化的話大概是6% 然後接下來就是永豐台灣ESG 我們對照整個0050好 因為大家習慣跟0050做一個比較 0050今年以來的漲幅是-6%之多 0052是-7%多 很可以理解 因為台積電比較弱的一個狀況 但是這一檔到求美國地產ETF 大概是還有漲3%之多 所以接下來花一點小小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地產ETF 也就是我們所跟REIS很像的 這類的一個商品 因為它其實是同一個概念 對REIS有興趣的人 其實要仔細聽一下這個表格 因為這個表格我自己在邊做邊參考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要的答案 意思就是說 其實現在業界有很多人對REIS 或者是地產ETF有不同的聲音 我現在覺得說好像已經漲過頭 但是有人認為 其實後面可能還會有 再有一小段的甜頭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要講的意思是說 在不同的通膨的情況之下 REIS的漲幅各有多少 我簡單來講 目前的情況通膨是高於6% 是嗎 現在是7.9%對不對 好 現在目前是高於6% 可是我們同時要去參考的是 失業率的狀況 美國現在失業率狀況好不好 還不錯啊 3點多而已 對啊 那就過去的歷史經驗顯示 通膨高於6% 而且失業率降低的同時 其實REIS相關的基金相關的產品 它其實後面還會有一段的漲幅 其實這個表格要講的是這個意思 好 那同時我們再往下看 當通膨是介於2到4%的時候 失業率又降低的時候 當然呢 這個REIS的表現大概也是9.8% 將近10%的狀況 可是一旦失業率升高 失業率的狀況不好 就業的 對不起 就業的情況不好的時候 假設通膨是高於6% 那失業率又升高 反而呢 REIS相關的產品它是跌的狀況 所以呢 好 這個表格大家大致懂這個意思嗎 懂啊 可以理解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這個 陳彥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不管是地產 ETF 或者是REIS 你的看法怎麼樣 其實剛才 燕妮你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其實在通膨的環境之下 其實大家對投資房地產的意願 一定是比較高的 對 覺得他可以對他通膨嗎 這個事實也確實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在於說 到底是在 好的經濟環境 因為失業率降低 表示經濟環境是好的 失業率升高 表示經濟環境不好 沒錯 所以重點其實在什麼樣的環境 那因為現在 我們先不講外面的惡物啊 什麼這些 現在數據的事實是 失業率是降低的 經濟環境是好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聯準會敢 持續快速升息一個 他的馬股的背景原因 那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地產股可以投資 但是我覺得在投資地產的時候 這檔到美國地產 小弟也是稍微有一點研究 最主要 博士啊 國學多聞嘛 這我們節目的台數之一 是是是 沒錯 這我就不讓閒了 當然重點是什麼 就是 我們一般對 投資房地產的概念 就是很簡單 就是商用不動產 要不然就是公寓 對不對 可是他這檔房地產 的REIT 他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投資的是什麼 電塔 然後呢 基地台 倉儲 這類的商用更 更功能性取向的 那更功能性取向的產品 其實更不容易受到 景氣循環的影響 或者是說 這些失業的影響 因為你電塔 你就是 一定要承租嘛 然後你的基地台 5G的那個基地台 現在承租的更廣泛 還有倉儲 所以我覺得 這一個優秀的地方是在這裡 你可以往這個方向看 當然 現在大部分的不動產 很多 這是另外一檔 對 但他做的可能就是 比如說住宅類的公寓 那這種我們就稍微 你看這兩個 我們把它做一個這樣 好像很在對比 有沒有 我幫各位這樣子 其實 股價 股價漲幅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對 為什麼原因就是我剛才講的 因為 你如果是住宅類的 或是這一種 其實就會比較有受到 通膨壓力的一個影響 這個部分就會有 所以兩個是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 我覺得房地產的方向是對的 但在選擇上 我會比較傾向於他的標的 是商用類的 可是商用的話 除了辦公室這一種以外 其實我會比較偏好的 比如說 這個醫療院所 養老院 或者是電塔 倉儲 港口這一類其實都有 那你如果是公寓的 或者是辦公室 或者是購物 或是這種酒店住宿 其實這段時間比較差 那未來我也不確定說 這種影響會不會反反覆覆 因為畢竟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會比較偏好 就是不要受到 會受到人的影響 或是疫情影響的商業不動產 這種我覺得倒不一定 只有一小段 它可能延續的時間會比較差 對其實這一類的ETF跟REIT 到目前為止 其實表現都還不錯 所以這兩檔 ETF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不過其實我覺得 今天我們更要來關注一件事情是 因為其實台灣的投資人真的很可愛 往往看到 ETF或者是基金 配息8% 10% 大家就跳進去買 他進去之後才發現 真的不見得會立刻填息 那特別是我們剛剛前面 陳妍也幫大家分享到 今年的投資變數真的很多 包括戰爭 包括升息 包括縮表等等 包括現在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討論 下半年的景氣 好像不如預期那麼的樂觀 所以今年以來 熱門的ETF 填息的力道 目前看起來好像 都有一點點的弱 那包括國泰股力精選 然後費半ETF等等 大家仔細來看一下 目前為止 今年以來 熱門的ETF 就這兩檔 很快速的填息 一檔是國泰標普低波高息 他是花了37天填息成功 另外一檔就是 剛剛陳妍幫大家介紹的 富時不動產ETF 是只花5天就填息成功 當然同時也要跟大家提醒 跟分享一下 主要也是因為他們配息的金額 沒有很多 你看配零點幾塊 要填息當然是比較容易 那如果你今天是配2.8塊錢 那你配息的金額越高的話 你要填息挑戰性就比較大 所以投資人想要 配息又賺到 利息又賺到 同時呢 價差也要賺到的話 是不是請陳葉提醒一下 就是投資人現階段要注意哪些 心法邏輯等等 我覺得現階段 比如說在這裡面像 比如說鼓勵精選這一個 那他比較呼應我們講的這個 金融股的這個趨勢 所以他後續的行情的力道的表現 可能還是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但是就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你看這前面已經漲很多了 你如果從17塊到現在27塊10塊錢 他其實已經漲了4成了 對 所以我認為未來填息的力道跟速度 應該是會越來越慢 所以要不要在前面先跑一趟 像我們剛才講的 後面出完全息以後 你再看看有沒有適合的時間點 再來沉接 沉接懂意思嗎 嗯懂 沉接手就是這樣擺 對 那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現階段市場上比較熱門 我覺得整體表現來講 好像也相對比較強勢的是 這一類的所謂低波高息 那低波高息的股票 其實他用了兩個元素去選股 一個是高值利率 對 另外一個就是低波動 那一般來講會進入低波動的 要嘛電信股 要嘛金融股 要嘛就是 一些比較屬於必要性消費的 對 傳產股 民生消費股 民生消費這一類 那這一類剛好是現在在 你剛 燕麗你剛才講到 景氣可能往下對不對 我們現在擔心的一件事叫做 自我預言的實現 也就是說採購經營人擔心 未來景氣會往下 他就減少採購 結果大家都這麼做了 結果景氣真的往下走 我們就怕這種狀況會發生 那因為現在PMI很多公佈的數字 都往下掉了 也低於50 那所以你會發現像這裡就是 什麼電力啦 卡夫亨氏啦 這一種就是符合這個 那這個也確實符合現在我們 對景氣可能 他不是衰退哦 我要先聲明 他是成長力道比較弱 成長力道放緩 對放緩 另外一個其實這是國外的 很多人會說 什麼卡卡卡卡 他不認識嘛 台灣都有這些食品啊 可是他賣的食品我們認識 但是他這家公司我們很多人不認識 大概可能會是這樣 好我稍微補充一下 沒有沒有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 這個我認識啊 這個菲利普莫里斯啊 很多人知道 但是這個節目上不要講 他是賣什麼的 是喔 那AT&T大家一定知道嘛 對對對 就電信公司嘛 然後我剛剛要補充的是 其實今年以來 美股標普算是相對穩健 沒錯 你跟費半跟NASTA比較起來 甚至跟Dow Jones比較起來 其實標普的這個狀況 算是相對是比較好一些的 對 好那所以其實 我覺得美股的這個概念 是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當然 你可能比較熟悉台股的話 像台股也有 他這個名字真的叫高息低波 剛才那個叫低波高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要這樣玩整我們 但確實他名字就是這樣搞 那你看喔 其實他的整體的表現也是相對穩定 因為他裡面的股票也是金融 如果是電子股的話 他的電子股也是相對波動比較少 獲利比較穩定的那幾個族群 所以我覺得如果今天是以 我想要參與股市 那我又比較希望能夠抵抗 整個景氣循環的影響的話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種高息低波 低波高息的這種ETF 或許是現在還不錯的一個選擇 其實這檔ETF我個人也略有研究 包括我不知道陳彥恩記不記得 我們年初的時候 在過年前的時候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相關的 可以報股過年的股票或者是ETF 那時候我有介紹這一檔 因為我的邏輯就是 今年就是價值型選股 沒錯沒錯 然後波動月低的一些ETF 我覺得大家可以做一些布局跟留意 那他的成分股呢 趙峰金第一金 然後統一超等等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跟0056比較起來 過去幾年的配息的殖利率 完全不輸0056 沒錯 但相對之下呢 他的波動是比0056還要低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很多我的貼粉說 那幹嘛還要買0056 當然這不好說 不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各有各的特色 對對對 要這樣講 其實各有各的特色 其實我特別解釋一下 因為在我們學術上 我們有做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 因為我本身也是這個 很教授嗎 對對對 那我們發現其實低波動的股票 其實長期的績效 不見得輸給那些 我們所謂的一些快速成長型的這些股票 所以為什麼後來台灣的ETF 也把這個低波動這種元素 其實我們正確的名詞叫因子 但是我怕大家比較不理解 所以我講元素 把它加進來 我覺得是這個原因 所以大家 可是過去台灣比較不喜歡 這個是因為覺得低波動 那是不是就不會長 可是其實 會不會長 跟它的波動 是沒有絕對關係的 這是兩回事 好那所以呢 其實就是我覺得0056 還是有它的特色 它的特色就是 成立時間比較久 每一年幾乎都填習成功 每一年幾乎都是配5% 所以還是很多人很喜歡0056 那今天要送書給大家 感謝大家支持我的新書 所以今天要送10本 只要待會留言要留什麼呢 就是針對下面的問題的話 大家要留言 同時截圖貼到華視優選粉專的指定貼文 就可以參加抽獎了 今天的題目是你有投資ETF嗎 你會選擇哪一檔呢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陳彥參與 那如果我也留言 你的截圖我也可以抽嗎 我就直接送你啊 但我的書的內容 不要講 我也想要抽一下 我也想要抽 我可以抽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我的內容對博士來說 可能太簡單了 不要這樣說 我是艷麗傑的粉絲 亂講亂講 我們好朋友20年了 好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讚留言 並且訂閱華視優選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喔